小胖好乖哦 你要出去上班 要去工作 你要乖乖的 曉不曉得 要听有奶奶的话哦 等下吃完奶奶要乖乖睡宝宝哦 知道 要把奶奶泡好了 来 我们喝奶奶 我 我 喝奶奶 喝奶奶 我跟你说啊 待会我出去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状况的话 有状况啊 第一我马上送医院 第二啊 打快打行动电话 告诉你 小姐放心 我会处理 我来接电话 乖乖乖乖 乖乖乖乖 好吗 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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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小姐 小姐又是那个马经理 这个人怎么那么闲呢 打了一天的电话 早上打 中午打 晚上又打来了 你要不要接啊 还是我告诉她 已经走了 没有关系的 把电话给我吧 来 来 抱小宝 等一下下哈 来 奶奶抱 来 来 来 喂 奶奶在哪儿 残悔 喂 喂 唐小姐啊 是是是 你的保姆好像对我很不太烦啊 你不要介意 有少讲话就是这个样子 小姐 你告诉她 每次打电话来都害我们小宝被吓醒了 真是奇怪 她每次打电话好像都算准时间来 都是算我们小宝在睡觉的时候打来 你听见了没有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不过以后没事 还是请你少打电话来 你要晓得 这电话铃声哪 真的是很吓人的 是是是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这一点啊 我一定会记住的 那现在可以挂电话了吧 谭小姐 谭小姐 你等一下好不好 那个 你今天不是要到齐晶去看一块地吗 是啊 不用了 那个路我晓得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别这样子嘛 拜托拜托 给我点服务的机会嘛 再说呢 那边的土地行情我是最清楚的 我可以给你点意见 做个参考 你觉得怎么样 好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那里碰面好了 好 好 待会儿见 好 待会儿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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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兴趣吗 这块地我已经来看过第三次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怎么会跑三趟呢 那是价钱的问题了 不只是这样子 它的产权好像也有问题 三个兄弟都有持份 你还在打官司 我是怕买下来以后 恐怕麻烦会很大 如果你真的 那综艺这块地的话 其他的问题就交给我 法院还有地震处那边我很熟 我一定会让你买得安心又开心的 那你动作要快哦 我特别公司还块地正要谈呢 请你相信我 三天之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那得先谢谢你了 为了庆祝我们合作愉快 中午我请你吃个饭吧 不行 我中午跟一个广告公司的经理约了 要谈退案的事情 你每天一定要把工作 安排得这么紧吗 没办法呀 我来高雄出差 是来工作 不是来玩的 那总赶紧忙着你头衔一下吧 你还这么年轻哎 为什么一定要被那些工作 还有应酬绑得这么紧呢 属于你的生命 不应该是单调的 应该是灿烂的 不应该是黑白的 应该是彩色的 你不会是在跟我做什么保甘丸的广告吧 请你相信我 这绝对不是广告 这是我发自肺腑真诚的告白 月灵 我可以让直接称呼你的名字吗 月灵 看着我的眼睛 看到 这样你就会相信 我所说的话 是绝对无比的真诚 月灵 我真的很关心你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对你产生了一种 无法解释超乎长情的关系 我看到你 这么辛苦 这么孤单的在扮演一个母亲 还有女强人的角色 真的 我真的忍不住要心痛 心痛? 對 心痛 你了解心痛的感覺嗎? 你曾經為了一個見不到幾次面的女人心痛過嗎? 沒有 我也不曉得什麼叫心痛 月輪 不要再逃避我的關係了 我只是想告訴你 像你這麼美麗的女人 不應該再浪費青春,浪費生命 告訴我 你真的能生活過嗎? 你來個怎麼樣的生活嗎? 讓我告訴你 不必了 你病了 你病了 沒事 你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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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病了 我在用這個痴了 你病了 你病了 我來息一肚子 我去看你 那臉上 你以為你死了 玉玲 怎麼樣 今天公司發薪水 下了班 帶我去喝兩杯怎麼樣 好啊 我請客 當然是你請客啊 你的學歷比人家低 資歷又比人家淺 做的事又比人家少 但是啊 你的薪水卻比大家高 大家心裡啊 當然不平衡啊 你不請客了 那怎麼行呢 薪水是老闆發的 又不是我自己要的 這有什麼好不平衡 來 電梯來了 請問 我姓唐 你願意 津貞 謝謝 谢谢 谢谢 不对吧 会计小姐 怎么只有两万呢 怎么少了一半 是经理交代的 不可能啊 经理一向都很欣赏我的 是被迫欣赏的吧 什么意思 经理 是欣赏你哥哥 来来 您用茶 谢谢 唐小姐 到南部来 这一路辛苦了 没有 看不出来年纪轻轻的 事业却做这么大 真是不容易啊 哪里 还不靠大家帮忙吗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想谈新的推案计划 推案的事情 包在我们公司身上 好 唐小姐 您放心 我预计下个月中旬啊 就推出一系列的广告造势活动 我知道贵公司在广告界 也是老招牌了 不过呢 我希望这一次的新的企划案 能够有一些 比较不同的感觉 能够给消费者一些 完全不同的感受 比方说呢 但是在格局上面 我想是不是 你当说那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经理欣赏是我哥哥 你让我瞅什么 我什么事情 你直接找经理呀 跟我凶什么 对不起啊 我去看一下外面发生什么事 我去见经理 经理 经理 这真的是你的意思吗 为什么我这个月的薪水少了一半 我 我到底做错了 经理 你怎么可以不认账呢 当初不是说好的四万块钱呢 我上个月就是领四万块钱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你四万块钱薪水中 有两万块是你哥哥替你代付的 你说什么 你还不明白 他是顾全你的面子 同时呢 也让我好做人 所以才主动提出 他愿意负担你薪水的一半 但是他现在人死了 我们公司可没有办法替他代付那一半的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陈志兄 就凭你的学历跟资历 哪家公司肯花十万块钱 来请你这种一无是处的人来供着 你说我一无是处 难道不是啊 花两万块钱 请你到我公司来当学徒 我这还是看着 我跟你哥哥的交情 要不然 要不然你连两万块钱 都不愿意付给我 是不是 我都不愿意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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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万块钱我也不要了 我陈志兄还没有落魄到 要你用两万块来施舍我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 这些不开眼的瞎子 另眼相看 什么混责东西 敢把我瞎子 不干最好 关 康家 康家 我都不愿意付给我 我都不愿意付给我 我不能够自己制造这些困扰 我不应该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任何的接触 我还是可以帮他做点什么的 他需要帮助 他们一家人都需要帮助 要帮就应该要偷偷地帮 就算是 魏晓宝做得好 我还是可以帮他做点什么的 他们一家人都需要帮助 我另一家人都需要帮助 这样子也不会为我 跟他的家庭造成任何的困扰 什么 你要我亲自去求陈之雄 回公司上班 对 而且我希望 你能够照样付他 四万块钱一个月的薪水 是 不过 我当然不可能像他哥哥一样 替他贷缓了两万 我可以跟妳另外談 但是我要求 陳志雄一定要參與這個企劃案 我希望妳能夠認真地考慮 這 唐小姐 請說我貌美的問一句 妳跟陳志雄到底是什麼關係呀 沒有什麼關係呀 我只不過是愛才而已 我相信我跟陳志雄 我自己的眼光 不会看错人的 只要你肯给她机会 她是有希望 在这个行业里面冒出头来的 当然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我是不会勉强的 再见 唐小姐 我没有不同意 您给我点考虑时间好不好 可以啊 你什么时候考虑清楚 我们就什么时候 谈合作的事情 唐小姐 这个陈子雄啊 她是有点才华 不过脾气实在是太坏了 而且我还听说 她一直都是由她老婆在养着她 自从她大哥大嫂去世以后呢 她母亲把所有的气 都发在陈子雄夫妻身上 所以呢 这个陈子雄呢 就更加自暴自弃 每天买醉啊 一点都不敬业 哪个老板用了她 都头痛死了 你说她大哥大嫂死了之后 她妈妈把气 出在她们夫妻身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哦 她大哥大嫂 原本要移民加拿大 所以她母亲 才答应陈子雄夫妻搬回来住 结果没想到一个月以前呢 她大哥大嫂搭飞机出事了 飞机上一百多个人啊 无一幸免的 一个月前 不就是我在机场 碰见他们那一次吗 对 她是说送我大哥大嫂的 怎么这么倒霉呢 这么说 她们夫妻现在是跟她母亲 住在一块儿吗 是 听说啊 她那母亲是有名的男产 十二年前 就把她们夫妻给赶了出去 这次我看用不了多久 很快又要被赶出去了 是